无论是行业内外,甚至于船员本身,都对远洋航海这个职业有一种错觉,一夜偏周,飘洋过海,这个船员日夜忍受着孤独和寂寞的折磨,也不接触陆地,整天跟风浪搏斗,吃不上水果蔬菜等等。 其实啊,哪里是这样的,对不对?你啊,多看看这个李船长笔记,看他往期视频,看完你就知道了,告诉你的呢,都是真相。 所以说啊,这个船员并非你所想象的那么辛苦,这个高级船员呢,我就不说了,普通船员呢,也是干着轻微的地理劳动,拿着不菲的薪水。 其实,外界对船员的工作和生活啊,这个误区很多,我呢,会专门做一个视频啊,那么这期呢,主要是针对这个是否孤独寂寞啊,这个话题啊,跟大家聊一下。 说句良心话啊,作为一个船员,真的有那么孤独吗? 这反过来,你在陆地上工作的人,难道你就没有任何孤独感吗? 所以咱啊,今天都是说实话啊,不带说瞎话的啊。 如果你能够做得到,你就可以继承我三百亿的遗产。 那么我认为一个人是否感到孤独呢,是来自于主观的,对吧,对同一个环境,不同的职位,不同的年龄,不同的性格呢,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 说到底啊,你孤不孤独,是你自己的事,跟你的职业没多大关系。 那么对于广大船员来说呢,跑船啊,也只是他的一个职业而已。 就跟你在写字楼上下班一样的,又有什么区别呢? 对吧,你是下班回家,他是下班回房间。 你周末去度假,他呢,到港口外出游玩。 那谁比谁啊,也强不了多少,更差不到哪里去。 那么船员的这个一天的工作下来之后呢,哎,其余时间都是自己的。 他可以参加各种娱乐活动,对吧,你待在房间宅也可以啊,打打游戏,听听相声,好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。 下辈子我当了皇上,签儿,签儿,怎么着? 你就是我的大太子。 多可气。 高峰,我呢? 你是我的二太子。 行行行,您别说了。 等会儿吧,这话多可气啊。 是啊,这都把人气乐了。 你让各位朋友说说,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呢? 没有任何根据。 拿回来,你大太子,你二太子。 你先等一会儿。 信口磁荒。 不是,你疯了吧,你。 怎么了? 你怎么了? 怎么,你,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? 完了啊,交情了啊。 什么叫交情? 你有什么资格当大太子啊? 哪的事你当大太子啊? 这不还有什么资格啊? 多新鲜哪。 你,你,你,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。 对于我来说呢,每天工作之余啊, 还要健身,啊,构思,并且制作视频,啊,晚上还要写写文章。 说句实话,我都觉得这个时间不够用的,啊,哪来的功夫去体会孤独不孤独啊? 所以呢,这个船员航行在大洋中间呢,内心呢,未必就不是丰富和快乐的。 有些人身处在闹市之中,心里呢,也未必就没有孤独感。 所以呢,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内心丰富而又有趣的人,这样才能把生活过出应有的滋味来。 那话说到这里呢,其实啊,做船员也有他最大的短板。 那么这个短板到底是什么呢? 我们下期再聊。